今天我們就要推薦大家一間來到台南旅遊小知情侶非常推薦的住宿選擇 這也是完全24小時都有供應,是完全免費囉 那它的房間呢都是非常簡約的風格 但是又帶有一點點的中國風 還有它的電視呢放的位置其實也是非常棒 這個餅乾超酷叫絲木與煎餅 再過來床頭後面的這張小桌子整個設計感非常的簡約 而且桌子非常的大 同時間它的廁所也是半開放式的 那Anson個人就蠻喜歡這種半開放式的廁所 因為這樣它的廁所就比較不容易就是太潮濕 然後再過來我們就要來吃吃看它的早餐 OK,再過來我們就要來吃吃看它的早餐 好,這個雞肉感覺超好吃的 好,這個雞肉感覺超好吃的 那他們家的早餐呢都是那種小和精緻的感覺 就是讓你在今天準備要大吃特吃台南美食之前的小序章 幫你開開會囉 大家覺得這家文藥旅站如何呢 那昨天整個住宿起來我覺得都非常的舒適 但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服務真的非常非常好 打從我踏進了這一間旅館以後 我整個感覺到就是很像五星級酒店一般的服務 我覺得在這個價格價位上我覺得是非常棒 而且重點它離火車站也非常的近 走路呢其實也不會太遠 而且要去到台南各個景點呢也都是非常的方便 在價格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實惠喔 在台南還有哪些民宿或者是酒店是大家非常推薦的呢 記得留言在下面讓我們知道喔 OK,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